只能說一句你們辛苦了 希望你們為了我們大家的健康 繼續為我們守護在第一線 我們真的很感恩 那是7秒鐘的錄音 李小姐自自真心 現身向醫護致敬 並且花2萬元購買253份披薩 在中午前送達醫院 補充醫護人員體力 繼續守護台灣防疫陣線 在這個階段真的是 大家彼此都互相關懷 那個感動才能讓這個疫情 雖然不管過長還要再多久 不過大家都要繼續撐下去 然後我們彼此也很感謝 他送這個食物來給我們做 那個身體上的加油跟體力上的支持 真的再次謝謝他 謝謝 彰化縣長王惠美得知消息 也化身外送員 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 親自向院長醫護人員 致上最高敬意 送上熱騰騰的披薩 同時宣布彰化確診病例 全數痊癒出院 我們所有18個案例 今天是全部都已經回到家裡面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新冠肺炎裡面 對於彰化縣的一個好消息 醫院呼籲民眾 美病少逛醫院 慢性病人一定要按時就醫 不要因為防疫而耽誤救治時間 新航亞太電視葉錫紅 台灣彰化採訪報導 並不添不忽